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焦 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前 20分钟之前 我们看到这是川普 这是刘鹤 川普在白宫 见了刘鹤 旁边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 因为他的做法的场面 完全不一样 应该只见了刘鹤一个人 那这边有一个中国人 应该是他的翻译 这是当时现场的状况 怎么说呢 跟前两次见刘鹤的状况 完全不同 他让刘鹤跟他并着坐 就是坐在他的 应该这么讲吧 坐在他这手边 就相当跟他是同样面对记者的 这个概念跟前两次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概念就是 应该讲他表现出来更尊重他 对吧 更尊重他 他是特使 那跟他并排坐在他办公室里头 那就是跟那个面对面那个完全不同了 面对面那个 前两次是把刘鹤作为下属 就像他的员工一样 对不起 在评价中 在评论中 很多都说 包括国内的一些评论 讲刘鹤的 刘鹤当时的这个 这种场面的状况 就是一个被 被川普羞辱的状况 那今天不是 所以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他都到了五点 都到了五点钟 对不起 他原来计划是四点半 见刘鹤 等记者进去的时候 我看到记者进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这么做了 而记者 几乎大台记者 很悲剧 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去照顾刘鹤的存在 没有 包括CNN CNBC CNN是CN不用讲 CNBC商业电视台 那我跟踪这是两个大台 两个大台几乎画面就在川普本人身上 没有任何照顾刘鹤的场面 所以在在媒体的角度来讲 就这么拍的 那他跟刘鹤之间也没有任何互动 我介绍当时的情况 他跟刘鹤之间没有任何互动 那媒体记者听他的 听里面在讲的话呢 应该他有两个记者是 起码有一个记者 应该是大陆的 应该是大陆来的 因为在回答记者的方向的时候呢 是在刘鹤的前面 英文相当不太咋地 英文相当不太咋地 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还问了刘鹤 问了刘鹤 另外一个人是在他的左手的前面 那英文也比较差 就是女生 就基本就是 我们通常说中国人讲英文 他带的口音呢 语音语调相当差 我当时 我给我的脑袋的感觉就是什么 能够有机会到白宫去采访 跟川普面对面的人 一定是中共内部 在他的新闻系统中 跟领导有关系的人 而肯定不是业务最好的 这就是这个制度 就是这个制度 这个体制的本身 想不让人家嘲笑很难 很难 两个发言的记者全是女的 所以就让我想 让我另外想到 就是官场这个东西 就这么回事 我这是我条件反射 没说人家那题 也没有任何那两个记者的照片 都没有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人 但就我个人来讲 听起来就是大陆人 你也别忌讳 英文 因为英文大陆人就那么讲英文 我也是大陆人 我讲英文就是 就是浮游街的 就这么回事 西四那头的 英文就那个 所以那你在这种场合的话 本来是应该是业务强悍 不可能 不可能讲的英文 连他都不如吧 连刘鹤都不如吧 但实际情况就那样 第一个人提问的呢 应该讲 问题都说不清楚 他想让川普 针对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 主要是武器的问题 有一个common 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说法 就连common这个词 他都不会 那女记者 是旁边的 其他的 应该是美国记者 帮助向他解释 就这么回事 这就是当时发 我看到的发生 就是让我产生联想的 然后产生联想和感叹的 中共的官场体制 在任何一个部门 要想不被正常人嘲笑 那比鼠道还难 比登天还难 比那个铁嘎的 放到这个月球后面去 那个难多了 所以这就是 我讲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他们一张嘴 也就这样 刘鹤一句话没说 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互动 刘鹤还要待到明天 他又等于是又延长了 原来都是两天 又延长了 那整体的状况 就整体谈判的状况呢 按照他的说法呢 我看到 美国的商业电视台 第一时间 把他谈话的内容拿出来了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介绍 我刚才跟大家介绍 是这个场面了 这是他网站的 网站的本身了 跟大家介绍 CNBC 就这家电视台本身 他对这个问题的报道 现在看到就是 半个小时之前 美国商业电视台报道内容 川普讲说 大概等四个星期 他题目在改 他实际题目在改了 再有四个星期 我们就知道结果了 那四个星期的概念 还是月底 下月初 这月底 那今天是四号 四个星期 你非要那么算的话 四个星期28天 其实就是月底 是否能够达到地有 就是协议是否能够签诚 这是他报道的 这是报道的主题了 他在报道中强调的是主权 强调的主要是时间 那他在提出的要点就是 整个贸易谈判 谈得不错 但一些关键点依然存在 就是非常节省 非常麻烦的地方依然存在 另外一个呢 就谈到呢 他依然坚持 川普依然坚持 要把惩罚性关税 他还是要用惩罚性关税 作为呢 这个执法 就是这里讲 作为执法的一种手段 贸易协定签完之后 来确保这个 中国能够执行 中共执行 这是他的手段 刘鹤 刘鹤 副总理刘鹤 跟美国贸易代表和川普 在这个 今天等于是见的面 他这是媒体报道当中 就是这么报道的 媒体报道当中是这么报道的 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 就是川普刚才的主要内容 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更向前 这个星期又往前进了一步 他川普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这么说的 往前进了一步 但是呢 谈判当中呢 还存在一些非常关键的 非常关键的问题 但一些关键的问题 他将同样还是要留给习近平跟川普 最后之间 他们在见面时 作为解决的 是这么讲的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 习近平最不想这样做 他没有改变 我们在大概在 第七次贸易谈判 上个月底的时候 哪儿啊 二月底的时候 二月二十一号 二月二十一号 他去的 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 也是星期五 对 二月二十二号 也是星期五 川普见刘鹤的时候 就刘鹤说的五百万吨大豆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这个问题 川普坚持要在最后的时候 跟习近平敲定 有些关键问题要敲定 而习近平不愿意在那个时候敲定 因为这里面就留下一个问题 如果习近平不答应川普的意见的话 川普牛脸就走 还是这问题 还是谈不成 所以上来他在报道的时候 美国商业电视台报道出 同样突出了这个问题 这是留下很大的伏笔 又留下伏笔 所以川普从来没改变过 一直很坚持 这里面从字面意思来讲 基本就是这个 基本就是这个 那他当时在英文 我听到川普的说法就是这次谈判相当好 而且距离最后达成协议又进了一步 一直在靠近 但是他强调一点 只要达成协议 如果有一份协议能达成的话 我会见习近平 所以在表面上他没有谈到任何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在什么情况下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会将见习近平 他只强调 有协议 才会见习近平 那也就是说 没有达不成协议 我也不见他 可是这里面就在报道中提到说 他要见习近平的话 最后的麻烦要跟习近平敲定 所以这是对习近平巨大的威胁 对习近平巨大威胁 他在跟记者描绘的时候也是这么讲 他说这份协议呢 在我看来要对美国更加更加的公平 当然中国也不错 但是对美国更加更加的公平 他用了一个fair这个词 他说如果协议达成的话 对中对美国来讲 更加更加的fair 所以就更加更加的公平 这是他的讲法 然后他就讲说 又介绍刘鹤 星期三来跟美国贸易代表谈判 谈两天 那双方的事处能够达成协议 来结束这 来结束这旷日持久的 长达一年的这个贸易战争 那美国 作为这个 这个川普而言 对川普 就川普而言 希望能够得到呢 就是作为一个永久性的 得到的一个永久性的 长期的一个谈判的结果 人家用的这个词就不太不太在我眼睛里 就不太简单了 得到一个长期的结果 那但是呢 谈判本身依然存在着一些 就是协商的本身 谈判的本身依然存在着一些 一些障碍 存在一些分歧 他的概念就是希望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 基本就是这样 根本性改变 他要求得一个长期的一个谈判结果 而不是眼前能够买些什么东西 不是眼前买什么 他跟刘鹤见过面 川普跟刘鹤见了面 跟记者说 跟记者再次谈到知识产权问题 偷窃问题和关税问题 所以有关知识产权的盗窃知识产权和关税问题 是最主要的两个 今天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说还有一些其他 还有一些其他 这里没提强迫转让技术 所以很显然 强迫转让技术 在习近平三月底通过的 这个外国投资法本身上 得到了川普的相对认可 但是呢 网络盗窃和知识产权盗窃 到现在没有一个结果 没有一个结果 关税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惩罚性关税将维持下去 维持到一段时间 那来作为对中国的惩罚 如果他不对线 如果他不对线那个 如果他不对线这个 协议的话 在有关协议问题上 他走样的话 就会这么干 就会这么干 如果我们有个协议达成了 我跟习近平会见面 我说 我知道我们会 结果会在下四 后面四个星期 一个月 结果会在下 后四面四个星期出来 那这个意思应该说 他罚出最后期限 他明确给了四个星期 给了四个星期里面的 关键的有两个星期处理文件 应该是英文翻译中文的 这里他提到过 双边呢 在这个 在今天主要是进行了 文字上的沟通 这里面主要是进行了 文字上的沟通 那跟川普之间呢 休息呢 两个人见面 等于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休息的时间 会议中间休息的时间 星期五 还要明天继续谈吧 明天继续谈吧 所以中间 所以在今天他 刘鹤呢 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的话 表明谈判没有结束 不像前两次谈判的时候 设定的就是两天 那这次不是 那这次不是 他现在说是 明天接着谈 周末会不会谈 不知道 现在没有结果 两个世界上 两大 两大经济体呢 在这种 彼此之间贸易战当中呢 把贸易战作为了 相互压迫的 相互打击 相互压迫的工具 这是泛泛而禅了 那不同意 在过程中呢 美国依然不同意 中国依然不同意呢 用关税 用关税的惩罚方式 用关税的惩罚方式 作为工具 所以我们刚才 那个那篇文章 华尔街那篇文章 讲的是对的 然后他就讲说 在此之前 川普说了 对2500亿 中国进口产品 产品本身 依然保持着 现在的关税 就是现在 500亿 25% 2000亿 10% 那来 在协议达成之后 要保持这样 但中国不是 中国就想 在协议达成 就要把关税去掉 所以这是一个 很显然的 关键问题 那也表明 中国关税战 就是川普 现在的关税 本身 给中国带来了 巨大压力 习近平承受的 巨大压力 同样也是在这里 出现了结果 而且习近平 川普看到的结果 和川普的希望 基本是兑现 基本兑现 双方没有确定 任何时间 或者任何地点 习近平跟川普 见面 没有 都没有 所以原来是说 今天 昨天还在讲说 今天川普 会给出一个 具体的时间 显然这是 川普的技巧 所以川普 从来没有退缩过 川普只是在 他的很多表态 前后的表态 都是战术上的运作 而战略上 本身的目标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这个可以看 很显然 看起来是 相当显然的了 那后面就是一个 比较泛泛的谈判了 谈话了 作为投资者 作为生意人 都非常关注 双方之间的 贸易谈判的结果 原因就是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本身 给整个金融市场 乃至全球的经济 带来了巨大的动荡 和不稳定的因素 我说这话 刚才记者有问 问川普这个问题 川普也就这么说的 这种问题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是没有啥意义 没有啥意义的 这都不用讲的 而川普 现在的概念 就是说 他的贸易战 本身 却赢得了 在美国境内 他赢得了 整个政坛的支持 他赢得了 整个政坛的支持 参议院 众议院 民主党 共和党 包括白宫 都是 这是一场 这是一场胜利 这是绝对 就是一场胜利 截止到现在 而这场胜利呢 为他明年 2020年的 这个 这个 连任 连任的大选来讲 带来了很大的优势 带来了很大优势 所以现在很明显 就是 川普本身的 这种做法 带来了成效 而且确实 对习近平 对中共国 带来了巨大打击 所以我们的 我的坚持的说法 就是贸易战 现在的状况 会已经逼到了 习近平 面对共产党的选择 而不是协议 本身签不签 签他也输 不签 签共产党也完 不签共产党也完 签去严格执行 协议的本身 对吧 那不签是习近平 包括共产党 完全失败 他要不签 就是习近平 绑着共产党 完全失败 就是习近平的 所有的执政的时间 从去年到今年 一年全都废掉 这毋容置疑 他将成为 整个这个环境中 的抛弃者 利益的 国内的各界 就是党内党外 中共内部的 利益集团 包括普通人民 所有人都会把他 作为失败者 他要不签 他要签 川普不让步 就会逼迫中共 就会逼迫中共 无以生存 这是现在看到的 基本场面 就是这么个场面 So far 就是 截至到现在 我们看到是这个结果 如果不是一个 非常great 非常伟大的 deo的话 我不干 这就是川普讲的 刚才我看到这个了 但是呢 应该进程是不错的 这是刚才我看到这段 他明确的表示 是这么表示的 如果deo不好 我不干 双方 白宫的 美国政府当中的 一个官员讲说 在有关 双方都在找眼于 在合同当中的 这种相互的分歧 尽可能的 把它融合在一起 而融合在一起的 关键的问题 就是执法工具 如何执法 分歧上的问题 就是如何执法 如何执法的 如何执法和执法工具来讲 表明合同本身 应该不是问题了 而是执行合同的 方法 确保合同 确保协议能够 原本的百分之百的 重现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这里面的不信任 是来自于美国 对中国的不信任 而不是中国本身 中国没有提出 任何更多的要求 美国中国没有能够决定 到底 双方之间 到底谈到什么样的程度 谈到哪一个level 能够促成习近平跟川普见面 都没有 都没有 协议到达 他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协议到底达到什么一个程度 完成多少 那川普答应见习近平 和达到哪个高度 数量上达到多少 高度上达到 那只能就这么说了 咱们按字翻 我英文不好 咱按字翻是这样 所以还没有个量 说明这完全是浮动的 说明这是 川普自己本身的 一种技法 一种技巧 一种压力 就是 就是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我们的话就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然后他提到说 截至到2025年 已经谈到2025了 截至到2025年 中国必须要购买足够的 就更尽可能多的东西 已经谈到2025了 谈到2025 2020 谈到2025那就是 他什么意思 实际是川普的第二个任期 已经谈到这问题了 2020年 大险嘛 那到2024年嘛 那就等于是川普的第二期 已经谈到这儿了 谈到这儿 但是呢 很显然在这个时间上 在有关不同的产品 受着不同的 他一个时间表的限制 就是大家谈起来 有一些相应的分歧 但触及到这些内容 他给他就像 就像刀切香肠似的 他给分出 分出断了 分出阶段了 大概是这么个概念 而川普本身呢 一直谴责 中共的这个贸易逆差 贸易顺差 巨大的贸易逆差 巨大的贸易逆差 巨大的贸易顺差 而这次谈判 本身没有设定时间限制 没有设定任何时间限制 那 而且在有关解决 结构性问题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具体的时间框架 包括强迫转让技术 包括停止盗窃知识产权 都没有一个最后的时间界定 那这里面 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 在这篇文章的报道 点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上面川普 在记者会上说的 有关关键性问题 到现在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所以他要用四个时间 四个月的时间 四个星期的时间 可以把四个星期的时间 看成是 川普拿出的一个 deadline 就是一个最后期限 我以为是这样 因为四个星期的说法 是川普说出来的 不是刘鹤 刘鹤在整个过程中 没表态 我以为刘鹤不表态的原因 是刘鹤不敢表态 没有机会表态 同时他不敢表态 因为可能川普 触及到的内容 已经超过了他的权限 刘鹤不想冒犯习近平 他也犯不上冒犯 而如果川普 真的是拿出了 四个星期的 最后期限的 最后通牒式的 时间的说法的话 对习近平的压力巨大 因为里面 有另外一句话 有协议 我才见你习近平 没协议我不见 所以应该是这么个结果 那具体会怎么样 要看明天的谈判 等于是跟大家做了一期live 就是完全类似实况转播 这篇报道 我们不可能在现场 所以这篇报道 它报道的很快 那我们就跟大家跟进 如果大家觉得 听起来很受益 那就请十道喝杯咖啡 非常感谢 要纵 Muniz 请订阅 请订阅